有网友发现 这个不锈钢盆子在雪地上原地滚动 同时还绕着接地点旋转 而这辆摩托车侧翻摔倒后 竟驴打滚站起来自行前进 有人说这是由于地球服务器存在bug 但更多人认为这些现象具有物理原因 说话间只见一个人头顶狗盆子 骑着摩托车过来了 原来是禅师官某某老师 正好让他来分析分析 同学们 如图所示 这是我家大黄的饭门 现在让它旋转并掉落 就可看成下坠中的陀螺 因其具有滋稳特性 边缘会首先触地 在雪地砸出凹坑 于是盆子陷入坑里打滑不前 由于地面支持力并不穿过重心 又可看成将该陀螺一端掉起 而另一端悬空 那么中立举不仅使自转轴出现倾斜趋势 还沿着自转方向旋转90度 产生推动效果 驱动盆子绕竖轴旋转起来 也就是出现了进动效应 正是由于进动 才让陀螺获得了 和重力矩等大反向的回转力矩 以保持不倒 由于回转力矩等于 进动角速度乘自旋角速度 再呈陀螺对自转轴的转动惯量 因此随着地面摩擦造成盆子转速不断衰减 回转力矩会逐渐小于重力矩 导致盆子慢慢倾倒躺平 如果把狗盆子换成一端悬挂的车轮 也是相同的情况 起初车轮绕竖直轴进洞 所产生的回转力矩能够维持轴线水平 但转速不断衰减 回转力矩就不敌重力矩 于是像狗盆子一样躺平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来 开头提到摩托车驴打滚 扔下赛车手自己前进 是否也和陀螺的特性有关呢 确实如此 从慢放画面看 摩托车过弯时操控不当 剧烈摇摆 将骑手抛向弯道外侧 车身则被离心作用推动快速侧翻 获得较大的横滚动能 随后车身弹起车头撞地 开始抵朝天横滚 在这种情况下 摩托车一边沿切线方向滑动 一边坐驴打滚 直觉告诉我们 如果横滚动能不足 则车身向右侧躺平 而横滚动能过大 则站起后又向左侧躺平 总之会躺倒并沿切线划出弯道 但如果考虑陀螺的进动效应 就会发现 只要车身横滚的转动动能足够大 可使轮子触地后重新站立起来 那么站立过程中 前轮的自转轴 就会从上下方向向左右方向转动 通过上一个案例可知 由于轮轴不断被前叉推动偏转 使这个正在旋转的金属陀螺 受到了向竖立方向旋转的力矩 而这个附加力矩会朝着向前旋转90度的方向 产生推动效果 使车轮向左进动偏转 这个动作相当关键 它使车身沿左转弧线运动 使重新受到向右的离心作用 从而抑制了车身继续左横滚 最终停在某个较小的右倾角 此时失去横滚动能的车身 又开始向右倾倒 期间前叉一边靠稳定矩自行转跺回中 一边对前轮施加右倾力矩 由于该力矩依然要旋转90度推动前轮进动 因此车把又回到了右舵 使摩托车开始沿右转弧线运动 同时向右压重心 这样驴打滚的摩托车 就通过前轮的进动 实现了先左舵推把向右压重心 再回到右舵 进入右转弯的逆舵操作过弯 不仅如此 如果重心压得不够低 车身向左偏摆 就会使前轮再次发生进动而逆舵推把 将重心向右侧甩去 如果重心压得太低 车身向右倾倒 则会使前轮反向进动而顺躲 通过增强离心作用 将重心向左侧甩去 因此无人驾驶摩托可通过前轮进动而操作摇摆 使重心落在支持力和侧向抓地力的合力作用线上 从而自动达到稳定姿态 然后以协调地右转弯 顺着赛道扬场而去 如此看来 盆子和摩托车都是利用了陀螺进动效应 同时还暗示 我自己就是这个看似转圈忙活 实则原地踏步的盆子 如果把摩托车比作我们公司 则说明 不管有没有我 公司一样跑得欢 那这又是什么原理呢 我最后的摩托车和设计 我最后的摩托车和设计 如果摩托车和设计 我最后的摩托车和设计 我们这样的摩托车和设计